纳莫奔去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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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之五根 物令放矣 路登比丘以能助戒 那以能助戒了以后呢 再进一步了 要求更严了 当之五根 物令放矣 瑞武裕 那直接从根上下手 那戒呢 还是在向上下手 那就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呢 其实持戒很难 防不胜防 持戒呢 像很多 所以说 持戒戒来 也是挺繁杂的 但是呢 你要从五根下手 就容易了 直接从根上 五根根上去不令放矣 那其他的戒都持到了 正念密户根门 使境戒得以坚固 安住清境戒之后的一个重点 就是以正念防护五根 按道理说 应该先守得到戒 基本能守到了 然后呢 再进一步往里去 就严格要求自己 正念防护五根 实时管理五根 不是他入在五欲的这种方译 要知道根层接触的时候呢 不护好五根呢 很容易生起烦恼造业 使境戒破损穿缺 比如在原合意的禁食 就放任自己贪着 原不合意的禁食呢 就放任自己称慧 又造下很多不清净的业 使境戒失坏 严格管住五根 那不容易 那严格管五根的话呢 就是要尽量的 不要去跟这个 五境及相遇 就接触 一如牧牛的人 知杖失子 不令重义 犯人张苗架 拿一个杖 那是四堪的 若重五根 非为五欲 将五牙盘 不可置野 一如恶马 不以配置 将当千人堕于先坑陷 放纵五根呢 会使五一边的无有之境 最终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最后就是非常痛苦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放纵五欲的时候 射身相畏处 五成的三欲 那世间呢 就以此为乐 比较低级的这种趣味的人呢 探索五欲 好一点的人呢 就是琴棋书画 是吧 或者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喜欢当官 ayım没那么大 西方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官 还是比较偏向人呀 人种 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喜欢做官的... 并不多 就是说 人类只有少部分能愿意去 承担为大家服务 真正的人类都不爱做官 因为人性 他就是喜欢贪着五欲的 喜欢吃喝五味 玩乐 游山玩水 这是人的本性 那几个人做官 做官整天到做那里 就是很累的 除非就是很有善心的人 愿意为大家服务的人 才去做官 中国就倒过来了 中国就是多想做官 为什么 中国是一个龙的穿人 修罗性比较强 都喜欢去控制别人 还有一个可能 因为做官 可以捞得到很多好处 一方面可以领导很多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一方面 就可以得到很多物质上的利益 还有地位 所以说 末华时代的人越来越喜欢做官 官者管也 管别人也管自己 你自己没管好 你管不了别人 当官的人又有很好的 自我克制能力 管好自己的 管不好自己的人 那谁让你做官呢 是吧 如果你装官的人 其实很辛苦 上班他不能迟到 干什么呢 他都要年以立即 现在我不知道了 反正过去做官都是要 对自己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管好自己的 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类呢 他是就是喜欢 射身相畏处 这个物欲 享受 生活 那人类呢 在一旦这个物欲当中 陷进去了 就是有钱的人呢 就放纵物欲 那放纵物欲呢 他就会非常的痛苦 把身体也搞坏了 最后呢 很多人吸毒的 就是觉得物欲都不过瘾了 大家吸毒 他觉得无聊了 我们的物欲 这个射身相畏处啊 这物欲他都觉得不过瘾 不够刺激 那这里说 要知道缘起的规则 以瘦为因缘而生起贪爱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处在无名的状态下 瘦用物欲 瘦就是乐瘦 苦瘦 不苦不乐舍瘦 那么随之呢 心就会贪着在欲乐上 就是贪着这个乐瘦 结果会使贪于增长 最终增长到 无法克制的地步 人就会毁灭 基本上人类都是这样子啊 不克制的话 他就会毁灭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有钱呢 有地位的人呢 有些时候是很可怜的 他们就放纵 没有人管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时候啊 就是那些好的皇帝啊 他还是很 一个是对自己管得很严 另外一方面 对子女也管得很严 但是有些毕竟还是管不着啊 因为他王爷嘛 过去的那些王子们 皇帝也管不着 管不着就完了 其实懂得管的人呢 就好办了 懂得把人女管好的 这个皇帝呢 这个国家才会允许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个朝代 汉唐 是吧 汉朝呢 前期呢 还可以了 是吧 刘邦 然后呢 到汉武大帝 还可以 再往后就不行了 这个皇帝的寿命 越来越短了 全是小儿皇帝 全是那几岁啊 就登基 还不到成年就死了 好多都是这样的 还不到20岁就死掉了 全是短命鬼 特别的寿命 特别短度 到了唐朝 刚开始也是这样 唐朝的前几个皇帝 还行 唐太宗 唐高宗 再往后呢 就是 唐玄宗 唐玄宗后面 再往后就不行了 一往后 就是寿命就开始 越来越短了 二三十岁都死掉了 二十来岁了 你让我们现在来说 那都是正当年的时候 都死了 到了这个 宋朝 宋朝的皇帝 还是比较好一点 相对来说 到了明朝啊 清朝啊 都是这样子 几代以后啊 全是儿皇帝 都没有后代 甚至都 到了 你看到了 清朝 到了末年也是一样 都是儿皇帝了 连后代都没有 都生不出来了 就到了这样的地步了 就是他们肯定是因为 放纵无欲造成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放纵无欲 然后生病就死了 因为放纵无欲 很容易就生病了 身体就坏掉了 所以说呢 这很可怜 世界人呢 他还觉得 单着无欲好 是吧 你看世界哪个不单着无欲啊 他们看不到这个 这个无欲的这个 怪处 但人类嘛 他只觉得 无欲是要有的 但是也要克制 这就是正常的 人类 这个我们仔细想一想 还是觉得 是不行 因为这个东西是 你没有办法 去把握好的 既然这个无欲 肯定会让你 堕落三恶去的 你为什么 还要保留一部分呢 你把它彻底消灭 不是最好吗 人类就是 保留一部分 是吧 所谓的叫 少欲自主 就保留一部分 然后呢 有所节制 这就是所谓的 正常的人类 但是呢 他也没想过 这个东西呢 迟早会让你 堕落三恶去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它 彻底消灭干净 一定要彻底消灭干净 下尽结性 虽然现在呢 可能还没做到 但是我们要发愿 就像发菩提心一样的 现在众生还没度 但是我们先发愿 先发愿度众生 现在五月还没有 往相扶 但是我们可以 先修处理性 是吧 一定要解脱生死 拔出这个力量来 这个处理性 修好的人就是这样的 对解脱生死 生起了坚定的这个决心 下定的决心 一定要解脱生死 那你的处理性 就基本上及格了 师父给你打六十分 可以开始修了 对解脱生死 下定决心 现在 你们是不是 都下定了 其实我们五十节来呢 一直在 跟五一打交道 有些人说 我这个 我这个人生 是吧 什么五一都还没有尝呢 我怎么能去出家呢 其实你五十节来 你不知道 在这五一里滚了多久了 滚了太久了 所以夜袭深重 所以呢 我们就很难克制 并不是说 你没有尝过 而是你尝得太多了 染得太深了 所以说你现在不愿意处理 而不是因为 你没有尝过这个五一 你根本的原因 像你这个没处理性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对轮回 还不完全相信 只是意识上相信 可能心里面 还没有相信 不相信有轮回 这么一回事 那么呢 当然呢 他不可能有解脱的心 所以必须要绝对相信轮回 才会想到要解脱轮回的 你轮回的 有没有的 还是一回事 那怎么会下决心 超有轮回呢 所以说 首先要 对轮回要是绝对相信 然后呢 再认清楚 这个轮回呢 就是很恐怖 很可怕 这个五一一定让你堕落 这辈子不抓住机会的话 就是 就是很难再遇到 五百事 五千事 以后还能不能遇到正法 不一定 真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 能遇到解脱的正法 你看现在全世界七十亿人 有几个能遇到正法的 万分之一都没有 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状态 会不会因为放纵过了 就停止 贪求呢 这是不可能的 越是放纵贪欲 就越增强越可 在以后遇到同类的 所预警的时候 会陷起难以克制的冲动 因为这个业力会比以前 越来越强 心会完全被遗忘占据 会陷在毫无理智的状态 事意而为 由此呢 坏劫呢 堕落就难 接受难免 所以说世间人呢 没有愿意 谁都不愿意去偷 去抢 是吧 谁也不愿意去干坏事 谁也不愿意去干坏事 都是在业力的作用下 身不由己 一冲动就杀人了 是吧 杀到瘾 邪瘾 就是 就是干那个 不是人干的事 是吧 没办法 他业力控制 他自己身不由己了 那个人呢 就是堕落到以后 就是跟人家说 猪狗不如啊 为什么 他就是被无欲所害的 无欲的病 如果面对某种 喜爱的无欲时 内心陷起的冲动 特别强烈 会不顾一切去求取 没求到就死不甘心 身体坐卧不宁 这就是贪欲 加深的阵仗 像这样 遇到所欲的境界 就立刻显行 想求取到的心 越来越强 你不去自止的话 它会越来越强 扰动的力量 越来越大 一直最后无法自控 这个时候 人就会不顾一切地 求其先前的欲经 就像酒鬼的瘾 一旦上来 就不惜一切 要抓着酒一样 目前这个世界上 无欲的诱惑力极强 对人心的冲击力呢 很大 像这样享受 无欲美酒 能很快成瘾 进一步加深强化 就会陷落 而难以自拔 所以说要高度警惕 尤其当今时代 毁灭性的结局 来得非常快 很多人就把自己 很年轻就毁掉了 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 就放纵自己的五欲 所以说现在 有钱能死得都快 命长得很少 他有钱 第一个是披下劳累 他拼命地干 还有很多的计谋 想尽一些办法去赚钱 所以他这个本身 就把身体伤害了 那得到了钱以后呢 本来就很累了吧 他还要去放纵五欲 那身体很快就坏掉了 所以说呢 有钱身体好得不多 一般到五十多岁 身体就已经开始坏掉了 半残废了 表面看上去 还像个人一样 就像那个汽车一样 壳子还是 喷了点漆 因为他有钱嘛 他就把漆喷得很厚 外表弄得很好 衣服穿得很好 但是里面 他那个五脏六幅都已经开始坏了 现在人就是这样子的 表面上 光光的 里面东西已经烂掉了 身体已经开始坏掉了 然后就开始吃药啊 找医生啊 补啊 勉强在维持几年 现在人是这样子 很可怜的 末法时代人真的很可怜 没有佛法 有佛法的话 不会这样子的 至少相信因果吧 相信因果的话 至少有所可制了 所以说我们当今 这个时代啊 我们真的终生太可怜了 我们呢 有正法 但是呢 他们又听不到 我们很想帮他们 他们还嫌弃你 看不起你 毁灭性的决机来得非常快 所以说有些时候穷 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些说啊 这个没有遇到佛法 穷点也好 为什么呢 穷的话 没钱花 不能满足五欲 也好一点 所以五欲的诱惑力极强 感染极生 发生的极平凡 受用一次 短时间内生起的 贪心念头 心理波动的成 强度远远超过以往 如果线意在里面 经过三番五次 就会堕落 到了烦恼生化 身不由己的时候 明知道不好 也会照样去做 很多人认为 我没有上过网 落后时代了 就想上网 到处看看 一发展就无有止境 不会因为今天上网 已经尝试过了 就彻底放下 反而有一次 就有十次 一百次 千次 上网的贪欲 没有及时地控制 以后就会频繁地发生 是上网成为 任妄念 烦恼业力 迅猛增长的 恶性现象 现在世间的 很多的人 特别是难用 烦恼度很大 所以很难控制自己 很难 现在这个社会 又没有人管了 管不住 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不能够放纵五根 要知道现在 认为到好的种种色 身 无欲 都是隐能堕落的外缘 没有密乎根本 一旦陷进去 就会变得无忧之境 现在尤其是网络影视 这两处没有 自控能力 就不会有亲近的界 所以说我也说了 不许看电视电影 我们到场上有规定了 现在 不许上网 去看那些 无意义的事情 出家人 我们除了听课以外 其他的都不允许看 包括出了界的 出了家的人 包括看新闻 都是属于犯界的 看那些 世界的那些事情 八卦 新闻 那些电影 那些全部都是犯界的 所以说你们都不允许看 你看了以后 就会上瘾 慢慢地就会 修行录不了定 所以求解脱的人 在这个上面 流连忘返 增长贪生痴 其余恶口 这里面的男女生 是世界的邪论 其余都是海量的 葬身其中 还认为没有什么罪过 所以现在 为什么病特别多 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的年轻人 跟我们那个时候 比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个时候 年轻人 哪里像现在 这么多病的 没有的 所以说 这个物质生活 发达的不是好事 物质生活 提上去了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信仰 修行 没有跟上 就完了 因为中国人 在这么多 几十年代里面 造的业太多 太恐怖 整体道德素质 大幅度的下降 道德素质下降 智能也会下降 所以使得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 整个素质都是下降 一点都没提高 解放出去的时候 那什么素质 你看那个父辈 60后的 你看到70后 80后 一代 不如一代 为什么呀 就是这个 这个物质生活 当然就是堕落 这是肯定会堕落的 不可能不堕落 哪有不堕落的人 你不修行 怎么谁管得着自己 谁也管不了自己 除非有相信因果 开始跟着这个团队 还要跟着这个团队 有些人信因果是信 但是他回到世间 他管不住自己的 这个五根 他还是一样 就稍微好一点 相信因果的人 他多多少少会好一点 他会害怕 恐惧 然后他多多少少会 会有所约束 一个不信 一个不了解英国的人 就彻底放纵 没有道德的一些 中国人 现在搞得你看 医院都是爆满 医院报复 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 这个利润都下降 只有医院的 医院不会下降 医院的上涨 医院好赚钱 到了欲望 漫无止尽 无法控制的时候 人就只有直线堕落了 因为已经上了瘾了 无法自控 一个人只要上了瘾了 不管上什么东西 上了瘾都完了 这个人基本上就没救了 他一定会生病的 一个人对任何东西 都不能有瘾的 这个时候还能想起 什么三宝 什么教研 还有守戒的正念吗 最初进去的时候 隐隐约约 还有正念提醒自己 我要管好自己 进一步就放松了 骗自己呢 我就看一下 我会好好地把握的 十分钟过后 已经完全晕了 这是只能听贪欲驱使 这心里不断地 起妄想杂念 这一卷进去 半天出不来 三番五次下来 习气已经非常深重 脏壁的自信 那也变得暗顿 麻木痴呆 根本想不到什么持戒 什么堕落 眼睛就直直地 盯着所欲净 这样呢 本质清静的心 就已经被贪欲蒙蔽 被贪欲完全控制 最后连微弱的理智 都会丧失 一个人呢 一旦就是这个 上了瘾以后 不管什么瘾 被这个贪欲控制以后 这个人的 微弱的理智都会丧失 在失控的状况下 任由贪欲的野马 带着心疯狂的奔驰 把人带向 万劫不符的深渊 这是肯定的 肯定最后是 万劫不符的深渊 我们的心就像一匹恶马 无始以来 窜息成的 种种恶劣习气 非常可怕 为什么每个人 习气不一样 你就知道 肯定是有轮回 没有轮回 为什么生下来 你跟父母的喜 夜喜也不一样 是吧 每个人有自己的夜喜 并且很多夜喜 都不是这辈子窜息的 每个人的智商不一样 情商不一样 都是因为 过去时的夜喜不一样 所以说 没有轮回是解释不通的 这个人 为什么生下来 跟父母也不一样 跟兄弟也不一样 那长得也不一样 虽然都是 一个鼻子两个眼 但是每个人的眼 都长得不一样 生下有些相似 但是也还是不一样 如果不严格 加以控制调伏 在无正念 管束的情况下 任狂心自意而为 那是必然要堵落的 必然要堵落 所以说 我们初学者 听听这个很好 这个相信 轮回是很重要的 还有 就是这个五欲 你不彻底跟除它 它一定会正常 就像那个草一样 没有出根的草 春风一吹就生 是吧 对不起 越长越高 不会是的 它是 越长越多的 它是草也草也 山草不出根 那人类 一般的人类都觉得 哦 做人嘛 就是是吧 你总得享受五欲 但是呢 你每个人都 过于地放纵的话 就会伤害别人 所以说呢 正常的人呢 也很奇怪 他一般要 又想得到五欲 另外一方面呢 又还要有所克制五欲 这就是人类 有所克制 那有信仰的人呢 就克制的好一点 没有信仰的人呢 就 基本上克制 没有任何克制 没有任何志愿 他不懂吧 就像这个野生动物一样 是吧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什么轮回因果 他不懂这个 他不就是随意放纵 我们的很幸运 我们能够来修行的人 才行 修行呢 就是要防范你未来 不要让他开头 就好 从五根上下手 是最好的 数足这个念头起注 这样的话 修行呢 比较轻松一点 恶马欲 没有配置一样 就是没有绳子一样 会随时堕入险坑 所以这个五欲呢 设身相为处 五成的贪欲 只能控制 不能放任 正常人呢 都会有所控制 控制这个五欲 人类吧 主要是靠这个信仰的力量 来控制这个五欲 全世界 大多数是有信仰的人 这个没有信仰的国家的人呢 就是靠这个社会的法律 来控制 法律的控制呢 它是比较有限 人的这个道德 就没有底线 这个欲望呢 它是会 越陷越深的 没有任何一个欲望 可以控制得住的 事实上 五欲望是 很难控制的 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是慢无止境 无法控制 所以呢 我们呢 修行人呢 要想解脱的话 唯一的办法 就是彻底把五欲 给消灭干净 斩草足根 这个根没除掉呢 虽然你的五欲 暂时得到了一身控制呢 但是呢 暂时过来 终究是要堕落的 没有不堕落的人 所以叫轮回嘛 不管你再好的人 再善良的人 在天上待久了 这都放逸了 慢慢的就会堕落 然后吓到人间呢 福报大一点的人呢 他都会去享受五欲 时候呢 就很有可能 躲到三恶去住 福报大一点呢 下辈子做个宠物狗啊 宠物猫之类的 再往下躲 就慢慢的就越躲越深 不可能就是说 永远在天上 所以我们要出轮回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个欲望啊 你不把它连根拔掉 随时都会疯长 比草长得还快 像野草一样 第二个呢 叫劫贼欲 就像好像抢劫的盗贼一样 我们要把眼前的五欲呢 观成一条条羊手吐蛇的毒蛇 升起畏惧之心 现在对待五欲啊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那五欲现在先前的时候呢 看起来十分悦意 他们都以迷人的微笑 不实地招引我们去路 那实际上呢 一去路就被毒蛇咬住 而断送解脱的命根 那像这样得到的指示 跟进 接触时 短暂一时的虚幻感受 过后就一无所有 这个五欲是这样的 过后呢 就什么都没了 留下的只有今生 后世无穷的苦患 所以呢 对这一点 要有深刻的认识 像认识吸毒的危害那样 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去吸毒 吸毒有超常的快乐 为什么不去吸呢 因为害怕一吸 就会成瘾 会无法自拔 走向毁灭之徒 眼下我们遇到的呢 很多声色五欲都是毒品 一旦吸上去 享受只是一点点 最后引加重 到无法自控的时候 就会完全失坏修行 没办法修 连最简单的修行 到最后都做不到 最后连静下来做几分钟 都成难事 很多人上网放译 一放译心里已经乱了 拿起书来看不进去了 诗为法译就 念诵也是有口无心 吸气发展的这么深 如果还不努力戒除 进一步发展下去呢 恐怕这一生就完了 所以呢 我们师父经常讲 这个坏苦啊 就是跟吸烟吸毒 是一样的 所有的坏苦 就是无欲 都是让你堕落的根源 所以说一切烦恼 那是这个贪爱 是根本烦恼 一切其他的烦恼 都是因为贪爱而衍生的 世间的时候 我们这个男 这个男女啊 互相谈恋爱 有什么罪过吗 挺好的 人类的这个 永恒的话题 但是呢 你要知道这个贪爱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根本烦恼 大家应该想得明白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